我先在分享的时候 听到兴奏得性很多人刻意处理是非常好的 因为兴奏得性是需要刻意处理 基本上圣经所有观念都要刻意处理 而其中一点有人提出是非常好的 就是发现有些地方很难 很难的时候就说未处理到 接着就说享受神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时未去到那个位置 不是每个人都去到那个位置 你未去到那个位置 你享受神 神就会帮你了 譬如我说回我自己 我自己大部分的时间 我都是一个很正面的喜乐 平安兴散的状态 但有时有些事情一发生 我里面就会激起一些反应 我一留意到 我就立即盡快处理 但我处理的时候 我依然会说 神爱我 神会使用我 神会祝福我 神会陪伴我 神会计划我 神会计划我 我会自己和自己这样说 让我的心平安喜乐 然后我就去想 如何处理那个人物 或者那个情况 我就不会只想 我一定是从神得力 其实我发觉 我和神的关系 我一天思想神 可能不知几百次了 但我依然发觉 自己会有些负面的感觉走出来 但当我有这个负面感觉的时候 我一出现 即时我就说 耶稣为我 哈利路日 感谢耶稣 哈利路日 我又会回到一个喜乐的状态 我希望大家 会时时都在这种状态 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们就开始思想 这个情况 思想的情况 就是要判断这个人 可否改变 有些人很难改变 好像你所说的这个工人 他已经这么多年是这样 是很难改变 起码很难改变 这样的时候 你知道他很难改变 你接受他很难改变 你就不会辛苦 你当你不接受他 他不会改变 你觉得他应该改变 你就会辛苦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有些 有时候有个老人家 经常吃东西都掉东西 你每次吃东西都掉东西 我又要跟他清洁 很不开心 譬如这样 但当你接受 他真的会成一跌 你就接受 他是这样 那你有什么方法 跟他担口水肩 找个地方 跌到地上 没有地毯 就在那里吃东西 有他跌 整个地都是饭 但我主要的意思就是 他总有一个方法 你去提他 如果他做不到 你就跟着他做 看着他做 这样做 如果你没有看他 他又做错 你就会接受 他也是这样的 总之你接受了他 就会有很多出错位 那你心里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所有关系 都是丈夫 妻子 子女 同事 同工 任何一个人 当你期望 他希望 他会是怎么样 而他不是这样的时候 你一定会失望 你失望 你就会情绪化 那我的要点就是说 接受有些人 他就是这样 他到死的时候 他改变了 改变了一点 可能改变了 可能变差 你这样接受 你就没有那么大影响了 是的 就是教他 但是教他 又不用怯我 最重要就是 我教他 一路教他 一路怯 好像很简单 你们各个 来到 各个程度不同 有些很快的进步 在你们的分享 我都看得出 有些说到 如何帮人 是很明显 进步得很快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突然且 有些人 是经常都 进步不了 那我和他聊天 如何处理 他也是处理不了 那如果我背着这个淡子 有没有搞错 哇 很多次了 见你这么多次 都搞不定 哇 很难受到 如果我这样的心态 我很快就会残忍 我是决意 我做好我的 别人 无论是谁 他做他的本分 是他的责任 如果他影响到我 我就接受 世界总会受人影响 总会有人影响我的 但是 我不放在心上 不会很重要 我都曾经想过 我曾经被人说负面说话 我就想到最差最差 最差最差都不及 如果我有一天受逼包 如果有一天受逼包 人家就打了 不停骂了 锁住你 睡觉的地方可能有水 我说 我这样想 迫班时 当然是辛苦很多 现在也不算很可憐 现在也不算很可憐 你这样想 接受到 现在也不算很可憐 那就没什么所谓 这样的时候 就不会放在心上 但如果他说 没有理由这样的时候 这个没有理由 就成为我们心中的象 结果是怎样的呢 我们到处总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发觉 有些人是很难改的 嗯 有没有人 你到处的人 个个都很容改的 我认为没有说 人家自己都很难改 自己都很难改 就是多些说自己 不是这样的人 就是 总有人在我们周围 是好像七十一样的 总有人在附近 是很难改的 那 当我们一天都介意他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辛苦 就会无力量 就会无喜乐 那你呢 第一 做人辛苦 第二 事务无力 第三 发挥不到生命 翌日交将的时候 神说 我什么时候要你背他的责任 是你的责任 你做好你的责任 他有他的责任 那时候我们就说 哎呀 真是傻了 为什么我猛他背他的责任 结果我没有力呢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要找一个方法 接受 你的工人 他是这样的 他是好弱的了 你接受他现在是这样的 正如我们周围的人 你接受他现在是这样的 又啊 他 那便好些了 有些人会妥协的了 OK 那便好 已经好了了 妥协 好了 没那么辛苦 好了 那便进步 恩手利 那这一天进步 1% 那有时有些 就不是1% 的 你有时一同一声 放手 立即便会很快放手 我曾经说过 有一次 有一个同工的传统人 当我后来发觉 他在讲大话的时候 他也有指控外笑话 当有一天 他真的 在关系上 在辅导的时候 因为 牧师觉得 关系有问题 需要处理 那就去辅导 辅导的时候 指出一个问题 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 不是 但到牧师的时候 牧师说 不是吗 立即 否认了他说的 当时 我不是说 见到他错了 所以我的心 就 好像开心不在 而是 我说 我何必因为他受影响 他也会说 我何必因为他受影响 何必 就是 任何一个人 他怎样不好也好 我何必受他影响 当你 这样想的时候 一方面祝福他 但我何必受他影响 这样的时候 就会 总有一个方法 不给他影响 这个就是 而要点就是 我每天 就是我从早到晚 尽量在一个 喜乐平安的状态 让我时时 在一个有力的状态 就是不断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耶稣真是好 哈利路亚 所有一切都是恩典 祝福了人是恩典 我得到帮助是恩典 哈利路亚 这样的心态 我时时都是一种 喜乐平安的状态 这个就是我 很着重 永远不会被一个人影响 或者被环境影响 就算一天最差最差 去到受逼迫了 坐在一个 好像耶利米 在一个有水的炉里面 地炉有水的 当你要去到那个情况 神知道的 神会纪念的 神会给力量我的 在这个时候 更加神会指引我怎么做的 因为耶稣说过 你受逼迫的时候 食灵就会教你 指教你当初 你不用想什么 我去到那个时候 我都决意 在那时候感谢神 哈利路亚 现在我所做的 神是喜悦的 可能现在所做的 说数量 未必像现在 帮到那么多人 但说质量 神很欢喜 我会在那时候 我依然 每天都感谢神 充满喜乐 充满平安 这个就是我 就是想着最差最差 我都会喜乐 就是这个心态 那希望大家 整天都想着最差最差 都能够 那么受影响 感谢神 感谢神